8月29日 台北故宫博物院与中华电信联合举办 领航5G时代文化科技相遇在故宫记者会 会上 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 宣布将打造全台湾首间室内5G博物馆 据介绍 台北故宫博物院210展厅 将作为实验展览馆首先覆盖5G信号 并计划于2019年11月对观众开放 展览厅将提供虚实整合的互动服务 观众可通过智慧眼镜 直接看见珍贵文物背后的故事 我们在这次我们会利用5G高速传输的特性 以及AR扩生实践的技术 我们会发展出来一个互动浏览的这样的服务 当我们的观众戴着智慧型眼镜 在观赏一图图画的时候 如果它眼光注流在某一个物件上面 还有关于这个文物的背景故事 会国文并貌的弹跳出来 会给观赏不同的体验 在未来我们还是会继续深入进行相关的合作 包括8K影像的传播 还有360度全沉浸式的观赏 或者物联网的应用 我们希望早日促成我们的故宫 成为世界级的智慧型博物馆 对于此次5G通讯技术的引入 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吴敏查表示 台北故宫有世界闻名的古美术文物 他希望台北故宫能透过科技的方法 与时代同时进步 科技的进步比我们想象的更快 所以我们要追赶的也更辛苦 我们是一个以艺术人文为主的博物馆 我们必须够获科技的方法 让我们往前走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为主的博物馆 同时在我们的博物馆 和博物馆 那边 无论